你好,我是超人行銷公司的執行長董正榮 那我們是一家網路行銷公司 同時也協助學員進行創業 特別是網路創業 這次跟111創業加盟網合作 要來跟你推薦幾本跟創業相關的好書 今天要推薦的好書是斜槓創業這本書 它是由王晴天博士所寫的 好,那我們跟創業加盟網有合作 就是現在有送書的活動 所以你現在如果想要創業或未來有考慮的話 就可以上線上最大加盟平台111創業加盟網的粉絲頁 然後現在你只要去那邊的一則貼文 按账並且公開的分享 你就有機會可以獲得我今天推薦的 由創建出版的斜槓創業 我們今天要來跟你介紹的是這本書的一些重點 還有我一些讀後的心得 還有包含我自己在這方面的領悟 所以首先我們要先了解一下什麼叫做斜槓 斜槓它意思就是說 因為在國外啊 他們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他是一個創業家 然後例如說他如果有一家公司以上的頭銜 例如說他是某家公司的董事長 或者是說某個餐廳的老闆 他們都會用斜槓的方式去區隔他的多重身份 所以呢斜槓呢後來呢這本書呢他就暢銷了 然後最後就泛子呢 一個人啊他有很多的分身齁 有很多的事業齁的意思齁 那這本書呢斜槓創業呢在談的就是呢 你其實呢不只可以只擁有一個身份 就這樣齁 所以他的第一個重點呢 就是你的創業其實可以不用離職齁 很多人呢他就一想到創業他就要全職投入 其實這是很有風險的做法 我們通常啦即使我在教網路創業 這個主題也都是一樣 我們通常不建議呢學員全新投入 因為畢竟呢全新投入呢 如果你重本砸下去 然後又全新投入下去的話 最後如果沒有達到你要的就是結果的話 如果失敗收場的話 那這樣子呢下場可能呢血本無歸 所以一開始比較聰明的方法 其實是用兼職的方式 然後呢哪裡呢全職的收入呢 去支持你的額外的一份事業 直到呢我們通常都講說 基本上呢直到你的副業呢 的收入逐漸已經逼近你的本業 你就可以找一個適當的時機點呢 要嘛離職 要嘛你其實也可以不用離職 同時兼顧 但是如果你真的經過衡量之後 你覺得你的正職其實不是你想要的 那你可以先離職然後呢全新的呢先投入你新的事業第二份事業 但是這個時候呢你就應該要停了嗎 不是你可以再去創造第三份事業第四份事業 都是以兼職的方式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像台灣啊 呃有大概兩百多萬人從事傳直銷 那傳直銷它是不是一份行業 它是一個行業啊 台灣有將近大概 十%的人是在做傳銷耶 九%多吧 OK 所以呢對很多人來講它當然不可能是全職投入啊 這個事業 那做保險同時也是一樣的概念 你可以同時做保險也可以在外面兼差 OK所以呢創業不一定都一定要同時投入 你也可以同時兼好幾份差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它提到創業起源一個夢想 這裡啊齁我必須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領悟 我最近發現其實很多人他想要創業呢 都是滿腦子就只想要賺更多錢 然後去取代呢 他的原本他討厭的事業 但是其實啊這樣子是沒有錯 創業的目的之一是要賺錢 但是賺錢絕對不是創業的主要動機 你創業呢是它起源於一個夢想 但是這個夢想呢究竟是什麼 當然是因而而異 但是呢我根據我的觀察呢 絕大部分呢比較成功的創業 他們的夢想都是跟幫助其他人有關 齁因為創業通常都是起源於說 你自身呢可能遭遇到什麼障礙 齁然後呢 那你就想要去幫助跟你一樣 有這些障礙的人 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因此呢你去幫助很多人 去解決你過去曾經有的問題 或你曾經好不容易突破的問題 然後呢那這樣子你在幫助人的過程中 你去研發相關的產品或服務 那你自己也會獲得很大的成就感 你同時也可以賺到金錢的收入 這是我覺得比較容易成功的一種初衷 所以呢當你檢視你有沒有這個創業的必要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一下 你兼差的或者是你的另外一份事業 他有沒有帶給你一種 你今天去做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很有意義的 它是可以帶給你成就感的 而且它可以幫助別人 它會讓你人生呢覺得更圓滿的 甚至呢帶著一種使命感 通常會成功的都是這一種 所以呢好好思考一下 如果真的什麼都沒有 那沒有關係啊 就是那可能暫時你還不適合創業而已 但是呢我真的覺得 每個人這一生至少都要有一次創業的經驗 畢竟呢創業呢是 你呢在創造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團隊 你自己的團體 它是由你主導的 然後是團體的人呢 都是在支持你的夢想 你的願景 我覺得那種感覺啊 跟你加入一個公司 為公司老闆賣命 那是不一樣的 即使你是當人家職員 你也要記得 你今天加入這間公司啊 你的目的之一是賺錢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是說 你待在這間公司裡面 你有沒有覺得 公司的這一份使命感 公司的這個商品 是你真心支持 真心可以去投入時間去 去協助公司的老闆 去實現整個公司的宗旨的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這份事業你當然會做得 很辛苦啊 你在公司裡面 當然就會很辛苦 所以呢再来 如果你真心想要創業的話 那你需要一個很好的創意 那這個創意呢 主要還是回歸到 你自身所遇到的問題 你要怎麼透過一個創意的解答 然後呢 可以把它化成是可以去 跟別人提供交換 別人願意給你錢 跟你交換的服務 或者是商品 它可以是有型的 也可以是無型的 無型的 例如說它是一本電子書 你可以先試試水溫 或是一個線上課程 等等的 那呢再來呢 就涉及到一個非常實際面的 你創業呢 需要有門路 你需要行銷 你需要通路 這個都是呢 我覺得一個人 只有在他真的去創業的 做老闆的 或者是去兼差的 真的把那一份副業 當成是一個事業 看待的時候 他會突然發現說 哇 我怎麼好多東西要學 那但是呢 我覺得這是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一個 很好的經驗 不管你這一生 然後你是不是要 你你你你是不是要上班啊 或是你是要鐵 就是當公務人員啊 鐵範圍一輩子 因為呢 如果你創過業 即使你失敗了 你以後你再去找工作 你會很 你會很容易能夠理解老闆的苦衷 因為你兩種身份都做過 今天呢 大部分會很抱怨老闆的 要嘛不是老闆特別壞 不然就是你從來都沒有創過業 所以你被老闆要求的時候 你不知道老闆在想什麼 老闆的要求呢 當然是為了公司的生存 那可是你無法理解他的立場 那這樣你就會抗拒 就是雙方的 所以創業過的人再去工作啊 他一定能夠更提亮公司的一些要求 那同樣的如果你就這麼創業 就成功了呢 對我常常都跟別人分享我的 我自己的經驗 當初創業初衷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大概2011年的時候 準備要創業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的老婆剛懷孕 我想要花很多的時間 我其實是比較重家庭 我想要花我更多的時間在照顧 跟我的小孩一起長大 我不想要我們夫妻兩個 然後呢 最後都在工作 然後小孩必須交給爸媽撫養 我希望跟我小孩子更親近一點 所以呢 我才想到說 那我要怎麼樣子 同時有一個副業 又可以在家裡工作 所以我才想到要透過網路去創業 那這樣子就可以在家裡有一台電腦 能上網的地方就可以創業 然後同時呢 可以去照顧我的 剛出生的小孩 所以呢 我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 所以我跟很多人講說 這個他當然是一個 呃 是有風險 創業是有風險的 但是呢 如果你即使把它當成是一個賭注 ok 如果對你賭成功了呢 賭成功的話 我自己就很慶幸啊 對不對 雖然他的失敗率很高 但是成功了之後 就像我現在 我現在其實人也不在台灣 我是在國外 你看到我的背景 他其實是一個飯店 好 那我也可以隨時隨地的去工作啊 因為我只要一台網路就可以啦 好 所以如果呢 今天被你賭成功了 對不對 你可以過著你夢想中的生活 雖然你的財務不一定自由了 但是 我一直都說 為什麼大家都要追求財富自由 對現在來講 財富自由是還蠻不切實際的 一個夢想 我跟你講實在話 我追求的是空間自由 還有時間自由 空間自由是指 我可以在我選定的地點 工作 時間自由是 我可以不用被朝九晚五綁死 我可以在我自己想要的時間 工作 所以空間 工作的空間跟工作的時間 兩個我都可以掌握 這樣子就叫時空啊 空間的自由跟時間的自由 對我來講啊 你還是要工作啊 對不對 我有時候工作起來 也可能比一般三班族還拼 但是 我擁有這兩項自由 可以讓我不受到時間跟空間的拘束 可以讓我更彈性的去安排我的家庭活動 還有跟家人的相處 這是我認為呢 斜槓創業呢 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目標 它的目標呢 包含你要去實現你的夢想 幫助其他人 讓自己的人生過得更有意義 然後覺得你做這份事業是很有成就感的 同時也賦予最終賦予你一些財務上的支持 然後空間的自由 然後空間的自由還有時間的自由 這是我非常非常 所以我非常非常鼓勵大家 真的跨出這一步 人生至少要這麼一次 祝福大家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再一次強調 我們現在創業加盟網呢 一起合作舉辦的這個抽書的活動 所以如果你想要創業或考慮的話 你現在就可以上全台灣最大的線上加盟網 一一創業加盟網的Facebook粉絲頁 然後在我們這一則貼文 這個影片的貼文裡面呢 按讚公開分享 你就有機會可以獲得 創建出版的斜槓創業這一本書 OK 那期待呢 在下一本書的介紹 再遇到你 拜拜